哈喽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直播间 先检查一下这个声音画面也没有问题啊 刚才同学说我这个声音没有 现在有了吗 有的同学扣个一 那我们要开始上课了今天 我看到了同学们的一个反馈 之前薛光老师给我说了 我上课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快 语速然后还有整个节奏 那我尽可能的照顾到每一位同学 我就放慢一点点啊 讲话稍微慢一点 然后咱们呢 可能有同学说太就是太急了 觉得现在学不会 没关系 我们后面都是实操 都有实操来让你们巩固之前的一些知识点 让你们好好的去掌握 所以同学们现在只要按照老师的节奏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仍然是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宣传片包装案例 做之前啊 有很多作业了 接下来都是有作业 然后作业之前呢 我们就先来看视频拉片啊 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而是你要有这个思维 你把这个思维都学会之后 哎 接下来很简单的就是用技术 技术是最简单的啊 呃 同学晚上好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啊 同学们 我找一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先完整的把这个视频看完啊 同学们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企业宣传片 它引领了时代进步 改变了人类生活 它以强大的能量 赋予了制造业更多的可能 华俄激光 在中国光谷启航 深耕激光行业 在这里我们心怀担当激情起步 在这里我们合理布局直面挑战 在这里我们创新超越 蓬勃发展 现有光谷 凤凤山 京山 三大现代化工厂 成为中国激光切割设备研发的先行者 和引领者 华俄 以先进的激光技艺 斩获50多项国家专利 20多项国家省市科技成果奖 现已形成15大系列 60多种型号的激光切割产品 矩阵 华俄 致力于提供最完善 最专业的激光应用综合解决方案 服务网点 现已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 产品远销 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华俄 拥有一支国际顶尖的激光研发团队 中 日 俄 三国专家 在这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从设备选行到技术咨询 从个性定制到安装维护 从技术培训到终身维修 一整套规范服务流程 为华俄带来了良好的口碑效应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不要谈论其他的东西 李俊普同学 我们就认识先上课 不断推进产品质量的提升 与大批国际知名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收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认可 连续五年被评为邓灵企业 先后会授予武汉市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高新技术企业 这一路感恩所有的关怀与关注 这一路携手每一位伙伴的努力与付出 华俄的创新基因 让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辉煌征程 匠心开拓 未来华俄激光将继续深化激光技术的研发 不断打造创新自主的优质产品 用激光人的梦想 托起伟大的中国制造梦 OK 好 这个呢 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一个视频啊 一个宣传片的视频 那同学们 我们现在啊 先不要 就是我们先不去创新 我们打开重新看一下 先不去创新 如果单这个视频让你们来1比1还原 你们觉得难吗 啊 当然其中有些部分可能会有点难 那没关系 我们一个个来分析一下啊 我打开来啊 首先这个视频同学们 我可以跟你们说 你们不用担心说完全要构思的 这个构思不是我们后期要做的事情啊 当然我们后期要去配合 前期要做什么事情呢 像导演啊 编制等等的啊 导演编制剪辑的啊 剪辑的话是后面的事 就是我们会拿到像这种脚本啊 这个老师之前做产品 斯丹的时候的脚本 他会要求像这个脚本 他每个镜头 他会给你拍好 比如说他想要画面呈现什么东西 然后呢 他这个镜头想要是怎么样一个角度 我们之前不是呃 我们拉片的时候说我们要中景展现什么远景展现什么 现在这些都是用得到的啊 同学们千万觉得之前那些没有意义 都是用得到的 那这个视频这些素材呢 稍等我把这个视频给拿过来啊 这个视频如果整体都让我们来做 前期肯定会有摄影师去拍摄 导演呢 去规划好这个脚本都规划好之后 然后会有摄影师专门的去让拍这些镜头 可能这一个镜头他要拍四个啊 可能这个角度拍一个 那个角度拍一个 让你选择最佳的一个角度 用上我们之前剪辑的这个手法 比如说这时候一个特写动接动转到下面一个镜头 去接到下面一个画面 这是我们是呃 后期剪辑是要做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整个视频粗剪完之后啊 粗剪完就大概我们觉得呃整个视频的一个镜头 衔接的都差不多了一个小样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去给客户看客户觉得哎OK可以这个片子这个方向是对了 然后我们要给他加音乐了加音乐加节奏 可以看到这整个节奏是最后面是越来越升华的 各位发现他是越来越升华的 来 整个音音乐永远都是啊 当然是看视频啊的我是说这个视频他的音乐是这样慢慢慢慢起来到最后 来了个总结的时候整体就起来了这个音乐就感觉哎我们看完这个视频感觉这个公司很伟大很宏伟是感觉很厉害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由后期来把控的啊当你整个视频剪辑完了大概的一个呃刚才我们是粗剪啊我们是粗剪也可以说是粗剪 剪辑完之后呢我们来定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修改完之后啊我们就要开始后期加合成特效包装了啊 合成特效包装呢也就是这里的镜头来我们来看 激光你看像第一个镜头和第二镜头就是一个特写的切 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这些配音呢都是网上去找人配的啊因为这些价格不菲我们整体这个视频做好啊你们可以先猜一下多少钱呢其实后面会给你们说我觉得大概你们应该能猜得到 明知一 他引领了时代进步改变了人类生活他以强大的能量 让我们来看后面来这一块这一块都是后期做的啊有一部分镜头他可能要用后期做 这个三维做的三维加上我们的一个嗯啊三维加上我们那个后期A1的包装 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像这种激光啊这种激光都是用三维做的这一块也是用三维做的但是呢我们这一块你觉得可用什么做这一块描边 那你们猜一下这一块描边可以怎么做 想一下用什么插件可以做啊 老师可以自己配音吗自己配音不太合适啊除非你是专业出生的像这种配音你看到没有他的这个字都是很不音腔的都是很官方的 肯定是要花钱配音的啊那这个是用saber做的我们saber是不是把这个路径给做出来哎这个路径给做出来 然后呢你去找到合适的这个颜色啊等等的然后去修剪路径啊那个动画演化对不对 去做演化这个呢其实你可以后期做也可以前期啊你可以前应该这么说你可以在三维里面直接把它给做出来那如果你嫌麻烦你就去后期用A1也能做啊这个效果 然后旁边这些火花是用什么做的啊同学们这些火花哎这些零零碎碎的火花我想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火花是用粒子做的啊我们的粒子是不是可以你看你往外散开啊散开散开 这些会带你们来做的是又会用到这个菱形的 好然后最后呢啊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待会我看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就给你看一眼啊应该是有的 好最后这个就是三维做的脱落啊等等的效果然后描边这一块你可以用A1去后期做啊用saber去做 然后这些火花看到没有这些你可以想象成是哎来我们的这个粒子P粒子是不是盒子发射器变成盒子然后呢让他重力往上或者是分力无碍往上吹又往右边吹那他不就是这种粒子的形态了吗 最后把这个颜色改一下就可以了啊不录用A1做的话不太合适啊为什么因为整体的这个效果 你要规划好在这个范围内一点都不穿帮很难去前后搭配啊当然做也是可以做的 好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后面的这些内容 华俄激光在中国光谷启航深耕激光行业 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用了运用了很多大量的模板这个模板呢就是以后宣传片的一个特色啊非常多 好我可以给你们来现在看一下啊稍等一下我打开一下网址 啊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大量的素材比如说啊微街市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上节课跟你们说过了啊推进过了啊 在里面有什么宣传片模板 只会A1接单也挺多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呀 这些都是用A1做的这个镜头可能就是800块钱吧啊才几秒钟 当然你所有的都一起的话肯定是啊10万到20万区间那我就先跟你们说了啊 10万到20万区间啊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很多一些宣传片啊甚至这个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这个是不是你们上次做的水模画很像没什么大的区别呀 没什么大的区别 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些宣传片就像这个模板是不是之前你们做过相片模板一样两个其实大差不差啊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啊描边看这个背景然后里面加个图片整体呢这里的字打上去 所以他这个很多的内容你们如果分析开来你们已经都会做了 只不过你们没有这种想法 那这个想法怎么来呢 大量的拉片大量的去看别人做的片子 任何的创新啊 任何的创新都是怎么样 都是从临摹开始抄袭开始的 我们得先知道这些方向你们才能做的好 啊 我们来看 在这里 像这个刻度尺 之前教你们的中继器是不是会做了 那上面这个字怎么怎么去变呢 啊像这个字的话 我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文本工具 啊 比如说我们文本工具 然后呢在里面会有一个 字符值或者是我记得是一个字符值吧 啊字符值这里可以去把它变换 你看可以变换这些数值的 啊 你们拉片去哪里看 拉片去芯片厂吧 啊芯片厂 去芯片厂看 芯片厂比较多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字符值也可以去做这种效果 然后像这里的文字肯定没有问题啊 而我个人觉得这个文字呢有点丑 像这种排版一般有点中规中矩吧 不是很好看啊 嗯然后下面这里的倒影对不对 倒影你就是加个透明度 把它给三维图层啊 倒一下 然后像这里的一些透明通道 你看这里都是一些透明的 像玻璃的质感一样啊 玻璃的质感和后面的背景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我们现在哪个元素你们还做不到 这个是不是一个圆形的修剪路径 啊这个图表可能做的麻烦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里面的元素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 只是什么只是麻烦 这时候我们才会第一时间想到 去用模板 去套模板 模板里面去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前提是你都已经掌握了啊 你不要说哎 我连这个元素都不会做 那你去套模板 那你不是有问题吗 对不对 就是给自己增加一个难度 因为模板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是不会修改的 他如果这里是一个刻度尺 中间只有三个 你怎么把它改成四个呢 啊这里都是要去给他修改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 看这张图他就明显的穿帮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呢 也是不是很严谨做的 我们看前面这张图还挺好看的 还能接受 我们心怀担当 这张图他已经有点挤满了 至少跟前面这张图啊 前面这张图啊 有点差距 他至少是在中间 在这样子的一个排版差不多 所以我们不能说看到人家的片子就一定是好的 好的地方要夸 缺点我们要指出来 看到这里没有 图片都没有完全展示 我们应该让把它放小一点 像第一张图一样放小一点 或者怎么做 上面的字干脆就不要了 啊 直接把它给不要 所以这张图我觉得这个模板他做的不是很好啊 可能这个后期诗 呃 不是很仔细啊 在这不会啊 为什么不吃兔东西说你不会做 这个其实跟之前的相片模板一模一样的啊 这里我们合理布局直面挑战 在这里我们创新超越 蓬勃发展 看到没有 其实我觉得他这几个多放的点潦草 这个模板 放的不是很好看啊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这个字效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OP光效啊 这样扫过去 然后上面这个形状也就是我们用描边去这样自己描一个 高鼻工具自己再描一个其实也不难啊 光鼓 这个也没有难度 金山三大现代化工厂 下面的倒影怎么做 来同学们倒影怎么做啊 是不是如果假设啊 假设我现在这个图层啊 呃 形状图层画一个吧 给大家来一个填充 你们还记得之前做的鞋子吗 鞋子的倒影你们是怎么做的 假设我这个是我的图层 然后我整个图层都做完之后 我想让他有个倒影怎么办 是不是给他一个什么呀 给他一个愈合成 把所有的图层都给打起来 愈合成 然后呢 对给他复制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倒影啊 当然 你们那个方法是怎么做的 对你们是给他做一个 啊 旋转也可以啊 我可以缩放 比如说 负100 给他往下来一点 啊 往下来一点 然后这个呢 给他透明度降一点 这就是一个小微微的倒影了 啊 这种倒影的感觉 是下面很多的那个倒影 很多的倒影也就是一样的原理啊 你把里面所有的元素打一个愈合成 在愈合成外面给他加一个复制 就可以了呀 对不对 我们思绪我们的这个思路要把它打开来呀 你既然鞋子是一个图层倒影 那你把所有的元素都打包成一个愈合成 给所有的愈合成加一个同样的步骤 那不就形成了一个倒影吗 那明白了吗 半杯欣赏同学 成为中国激光切割 好 我们继续啊 好 往往往看这里 展过50多 10多项国家专利 20 20多项国家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奖项的一个模板 像这个刚才给你们看的这个网站也非常多啊 也就是有些公司啊 你上的玻璃效果怎么做 那个啊 就相当于我们在上面你可以加一个苹果线 还记得之前相册吗 你在这个上面 哎 我在这个上面 我给他加一个模板啊 我给他加个苹果线就可以了 啊 这个好像刚才本心滑倒塌了啊 我给他加个这么一个苹果线 哎 给他变成我们的白色的 然后呢 秒边关掉 啊 这些都是小技巧 你加个苹果线 他就会像玻璃那种质感一样 啊 所以刚 所以刚才同学们提的问题啊 同学们之前其实都已经做过了 只不过你们没有把他们给用上 还有同学会怎么曝光 曝光那是最简单的啊 选择他 比如说这个效果比如这张图啊 这张图 你给他加一个曲线 来我们给他加个曲线的效果 加上曲线 你给他往上面 我加错了啊 应该给他加到他这里 加个曲线 你给他最亮的地方啊 最亮的地方 你使劲拉 你这样往上拉 他就是曝光了 啊 如果你想让他去局部报的话 哎 给他复制一个底下那个别给他加曲线 在上面 你给他加中间一部分的啊 给你们演示一下吧 我用图片给你们演示啊 比如说这个视频 现在这个视频 哎 比如说我想让他去曝光 布置一层 在上面一层呢 给他画一个门板 然后给他加一点语画 语画加完之后啊 曲线拉过来 你就使劲的拉这个曝光 啊 这样曝光 然后语画再给他开一点 哎 这个就是一个曝光了 很简单啊 啊 OK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对你们思路得拉开来 你看 哎 问你们一下 这个门板 你们会吧 这个曲线 你们是不是也学过 那结合起来能做怎么样的效果 能做怎么样的效果 你们有想过吗 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A1 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思路 像1加1 可能你就变成了3 而不是2 那明白吗 同学们啊 多拉片 对你们没有坏处的 我们看下去 啊 这一块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我们再看 你看模板 他又是一个模板 所以这个片子给我的一个思路 就是他不停的在套模板啊 我觉得他甚至可以把这些模板 给稍微减少一点 OK 我们往后拉 像这个是三维做的 同学们 这个是三维做的 因为你实拍很难拍的这么干净的一个地 很明显就是三维的 像三维的话 大概这么短短的一秒钟600块钱吗 算他也就是几千块钱 这么几秒 像这种 这个应该是实拍的 这个呢 场地上他们会搭一个黑布啊 把四周黑布搭上去 为什么搭黑布 因为你摄像机拍的时候容易曝光 特别是这种白色的台 然后这种黄色的 他这里有一盏主光源啊 我猜就是有一盏主光源 你看 这里特别爆 然后呢 后面搭上黑布 他就不会造成这种光的反射 黑色是西光的 所以会导致整个画面呢 还是比较干净的 右下角有点穿帮了是吧 是的啊 啊我们看这个 这个我猜他也是模板做的 但是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做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啊 形状涂层形状涂层 还记得清风老师给你们最后留下来的一个作业吗 绿布啊 那我们很明显刚才看到是黑色的块布 那不用扣像 所以不用绿布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不像清风老师之前留下来的作业 中间一个光效 旁边形状涂层 一模一样的其实差不多 然后呢 这里爆开来的这个呢 仔细来看 同学们不知道有个思路 你们如果来做这个一条一条的线 还记得什么能做吗 有个思路啊 我之前带你们说过的 像我们这个一条一条很多条的这个 很多条的这个用什么来做比较好啊 确定是点线面吗 我看到正确答案了 霹雳子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啊 同学们 啊 同学们之前给你们说过的啊 霹雳子里面同学们 果然还得是我们同学啊 学了还是有点忘了是不是 霹雳子效果 我们去选中这个 霹雳子 选中霹雳子 然后呢 我说过 我们把这个粒子速度 比如说我现在把粒子速度改为零 是爆炸吗 同学们啊 我说的是这个效果 这个不是说炸开来的效果 是这根光线 你们有什么思路 他现在是好多条 好多条啊 我都讲到这个点了 他有好多条的光线 是辅助系统吗 是辅助系统吗 来我来给你们做一下 到底是什么啊 我们来揭秘一下 我把速度改为雷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发射器位置啊 从左 到右 哎 我终于看到正确答案 不是光束啊 没有 还是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还记得 我们在这里面有个叫做我们的粒子 粒子里面呢 有个叫做我们的条文 不知道同学们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条文我说过 他是可以做这些光线的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现在哎 条文 没有印象啊 所以说明同学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啊 你看 我用条文是不是可以去做到这个东西啊 一条 例子他就可以去啊 看到好多条啊 如果没有印象同学说明哎 你的课还需要重新回顾一下 有没有印象 我这个粒子啊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 叫做条文的 条文呢 他会让你的一条去变成好多条的一些光束 啊 说明同学们还是需要去怎么样 需要去回顾一下的啊 OK 那我教给你们个任务 你们把这个粒子再去回顾一下 是不是可用这种方式去做 然后他怎么去跟随我们的灯呢 是不是把发射器改为我们的一个灯光 让灯光 去驱动他去运动 啊 这个散开呢 刚才有同学说的 其实 我们在这里啊 可以用什么点线面粒子去做 也可以 拿我们的灯光位置去做这样的运动 因为他这个运动是有特定的啊 你看到没有 他的特定的 他肯定是这样子去做的 啊 所以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纯色图层 或者是分形杂色 去给他加这种像地球一样的效果 然后像这些形状图层也能做出来 这个分析完之后啊 其实同学们应该是可以去做的 有一点点难这个 这个炸开同学们 这个炸开 秦峰老师带你们做过吧 炸开是不是秦峰老师带你们做过 现已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 产品远销 啊 然后呢 我们往后面 这个啊 是往往上去拿一个类似于我们圆的一个图层 或者是 嗯 你们有这种贴图你们可以去做一张 做完之后 把这个贴图呢 去找到我们的欧比界工程 类似于这种球的 是不是粒子上面覆盖了一些点吗 或者情形场是不是也可以做 我们换个思路 情形场把它给挤开来了 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个效果 地图怎么做 这个地图去网上拿素材呀 你网上百度 啊百度 晚上哎夜间的地图 这种地图不是一大堆图片吗 哎 你看这个就有现成了 这个不是现成的地图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说地图怎么做 呃 用ccd肯定会快点啊 但是我们的地图有现成 地图的轮廓 地图的轮廓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了 当我们放木粒子 你去给他球形场 把他给往外挤出来 啊 或者是我们把他 嗯 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种思路 去给他加一个圆形的 OB界工 OB界模型 然后呢 给他加粒子 在OB界外面来一个图层映射 给他加上我们的地球的样子 他也有这种样子了 好多种方式啊 特定 指定哪个城市怎么去指定 啊 我们的灯光呀 我们这个灯光位移 你让他位移到这个位置 他不就特定的跟着你了吗 灯光驱动我们的粒子啊 OK 我们往后了 啊 下后面你看到没有 这里的 在这里碰撞出 又是模板啊 所以前面那个以前是 地球那个也是模板 网上也很多 像微街市里面有 像这个也是模板 当然我们啊 什么 我们千万注意个小细节 就是这里的英文啊 一定要跟画面稍微有点相符 之前我记得我拿了一个网上拿的模板 然后呢 我把它改了一下内容 他结果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ABCDFG还是什么东西 忘了 那客户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模板了 啊 然后我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啊 给他省了便宜了一点钱啊 所以同学们这里不要把它穿帮 这里的文字 就是不要说是一模一样 因为客户也不一定说 会看得懂这个英文 但是你得去相关 你不要他是ABCD那谁都能看得懂了啊 我来 我们来后面看 啊 像这个 这个其实用E3D做的 或者是我们的C4D做的 C4D做很快啊 如果搭一个立方体 我们在A里面呢 要去搭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面 去把它给搭建一个立方体 这的话很麻烦 然后还有个重点是 它是玻璃材质的 像这种玻璃材质的话 嗯不适合就是你后期做贴图 所以我们这个用E3D 或者是我们的C4D去做啊 E3D是A的一个插件 啊 我们继续后面 OK 像这个啊 下面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Foom粒子 去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 像这里有的少 有的多 就像我们一个平面 中间被挖了一些是没有粒子的 还记得是哪个参数吗 同学吗 还记得哪个参数吗 这个应该不会忘吧 这个是不是我们Foom粒子两层 是F缩放吗 是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要用F缩放去控制的啊 像这个是两层两层粒子 然后呢 让它中间 好 别急我想想 是不是我们的影响位置啊 不是影响位置啊 是一个影响不透明度 和影响大小 影响位置好像是会动的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加上我们的Foom粒子 去找一下 哎 东西说让你想一想啊 等着花都卸了 我们看 飞行场是不是有个叫做影响尺寸 跟不透明度啊 它是不是会 你看它就可以做成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成这样的效果 然后F缩放去控制一下 像这个粒子 还有景深呢 同学们 他这个粒子啊 你看这里是模糊的 说明它的焦距呢 在中间光圈呢 在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我们就不能用发光粒子了 只能用粒子加上发光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啊 我们不要用发光粒子 因为你粒子加发光的效果是一样的 啊球体加发光 然后我们来看这里的数字 数字和远处的一些 其实这些你可以来一点精灵 让它门门隆隆的模糊的感觉 这个我们也看不清里面是什么啊 其他的画上面就是一些正常的模板了 你只要做出这一个 你只要做出这一个给它复制多复制几个 就可以了 然后考考同学嘛 我现在如果做出了这个预合成啊 这个预合成 我的下面复制呢 还是在上面复制 在一这里复制 还是在二这里复制 如果我做出了这个模板 想达到我的水平的话 努力就可以 我觉得就练 我也是从你们这样的水平过来的啊 一步步来 对我们是从这里复制的啊 如果你在下面复制 你改一张图片 他这里也会同时改啊 然后我们来看 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细节了 企业研究开发中 我们往后拉 哎 这个 这样子吧 啊 后面又是模板 说明啊 说明什么 说明这位 我觉得这位后期师啊 非常聪明 他是一个懒人 他非常懂得怎么去偷懒 就是我们有些东西该用就用模板 不要去跟自己这样啊 你看这个都是模板 啊 都是模板 但是我得教你们学会这种思路 就怎么去做这种效果 啊 最后这个呢 是相片汇集 形成一个logo 啊 形成一个logo 这个同学嘛 一样的啊 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在这个威杰师这里 他里有好多素材 比如说相片汇集啊 像这种一模一样 啊 不要用精灵 直接来套模板吧 同学们 这个肯定有模板 你们自己去做的话 你们得用 类似于好多图层吧 还是有点麻烦的啊 像这个你看 都是用这种金 这种直接去做的 他们就这样改一下最后的logo 啊 这个模板比较多 精灵也可以啊 OK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拉完拉片拉完了啊 我们来看下一个视频 这个气氛交过是吧 OK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视频 3D模型直接导入 导入A1 3D模型导入不了A1 那个是OB界工程了 当然是先把动画渲染出来呀 好 我们来双击 嗯 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啊 创新发展的时代旋律 产业升级的时代强音 数字化 智慧化 智能化的时代变革 带来科技繁荣 产业繁盛 城市繁华 数字纠结的时代之门 正在开启 绿城科技产业集团 迎着时代发展的浪潮 立足杭州 始于中国特色小镇 创新运营 全面助力 杭州承熙科创大走廊建设 终点聚焦 时间有点太小了 我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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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文老师去 还休息了吧 这几天休息 然后他会交新的这个 我们通过 新的一个班 为产业发展 绘制领航图 以后期运营 倒推规划定位 提供涵盖圆区开放 产业发展 圆区运营全周期的 一体化 我们来认真看这个视频啊 我们通过招商引致 为原区发展 铺设高速路 组建了来自政府 投资机构 和领军企业的核心招商团队 共享百万克企资源 实现精准招商 我们通过企业服务 和人才服务 架起正企间的联心桥 围绕企业及人才全发展周期 整合上百家服务机构 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依托企业服务管家 为其 创新发展的十大圈律 还是卡住了吗 他后面没有缓存完啊 企业服务管家 我们在这里看嘛 我们直接在 这里看 他这个还要缓存 这个AE 等一下 我们到中间 我们通过企业服务 和人才服务 架起正企间的联心桥 围绕企业及人才 全发展周期 还有 七分老师嘛 这么夸张啊 这位蓝天同学 好久没来上课了 是吧 我是番茜老师 为企业提供 政策 人才 你看得懂怎么做 但你不会做 作业还是得多做啊 同学们 不要给自己养成惹性 我们还是得经常去 收作业的 没事 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都得一步步练啊 你不可能说 学了一个月 你就想要去 做一些 做一些 几万块钱 几十万的单子 这肯定不现实 一步不来啊 这个就需要你们多看视频 多拉片 我给了你们思路 你们应该会进步很多 最快的速度 把我的脑子给扒过去好吧 我把我的脑子都给你们 多指数维度分析模型 打造产业大数据平台 助力产业发展科学决策 畅行智慧化 新弱电理念 肯定应该在上呢 同学们 好好看这个视频啊 我们待会来分析一下 一体化平台 采用云 边 端 架构设计 及自主知识产权的 U-Link U-Agent 轻量化物联接入模型 实现设备快速统一接入 提供万物致联的能力 成功 这个视频对你们就意义很大了 参考意义很大了啊 这个视频对你们的这个参考价值非常大 因为就是我们刚学的例子 做创造创新 高项 开放 共生的产业生态 以科技改变服务 以服务助推产业 产业生态运营商 绿城科技产业集团 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做的 可能跟上面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不是一个档次的 那这个片子我觉得价格肯定是要比他高一倍的 来 我们来看 首先前面啊 这一块呢 我觉得可圈可点 为什么 他的这块粒子包装还是不错的 但是有点太多了 让我们看到有点乱啊 你看到没有前面几个镜头 是不是都用我们的精灵就可以做了呀 我们的这个 P粒子往上升 用精灵的方式 然后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作业会做到的 会教你们做到的 怎么样让我们的点线面粒子去真正的做到我们实拍上面去结合 啊 这是点线面粒子 下面是不是点线加上三角面 产业升级的失败强 啊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 后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精灵 然后前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点线面粒子啊 当然他这个 他这个有点太多了 同学们这个视觉管啊 干管啊 哎 观看 观感啊 观感我这个太绕口了 观感是不是不太好 你会觉得这样看过去太乱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片就没有必要 直接上面加点线就可以了啊 点线面 然后上面用我们的这个P粒子加精灵 这得多少层 这应该二三十层吧 啊 你看这个前面这个镜头是一样的 有点太乱了啊 你看 强音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乱了 数字化 智慧化 这个还可以 智能化的时代变革 带来科技繁荣 啊 你看这种都是我们用跟踪啊 你看 这个来 同学们 很整齐的往上飘动 你们觉得用什么粒子的精灵 比较好 啊 什么粒子的精灵 像这一块光线带动我们的粒子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条文的粒子去做的 哎 同学说P粒子啊 我说很整齐的粒子 既然YAN呢 同学说用P粒子 我们的form粒子啊 form粒子是不是很整齐啊 P粒子是乱乱跑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在我们明周三这节课啊 下节课会教到这个 怎么用我们的灯光去带动我们这个粒子的这个效果 OK 你看 像这个 像这个呢 就有点难了 其实还行 你可以用OB界工程啊 最好呢 是有OB界工程 去给它加上粒子 还记得这个粒子的一个形成过程吗 类似于差不多这样的效果 但如果你要一模一样还原的话 有点难度 需要去三位里面把它真实的搭一个 完全的这样匹配过去啊 这个呢都是点线面 点线面粒子 今天我们作业都会讲到的 像这一块 我们往后看啊 它自己运用了很多的这个粒子 运用了非常多的粒子 第一反应不过来插件的名字和作用啊 用网格呃思路可以 但是它网格不能完全的三维匹配到这个房子 比如说你给它加网格 那这个图层并不是说一个房子 而是整一张图的 你怎么样给它加这个网格呢 让它有这种三维的感觉 怎么做 总是没被思路 啊 假设哎 我现在比如说这个图层 这个合成啊 原作之后加网格啊 不太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这个 网格 给它加一个网格 比如说哎 我们的网格加上去之后 这里给它加透明吧 啊 然后呢 比如说下面这个房子啊 稍等一下 比如说下面这个房子它是有形状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哎非常好 加贝塞尔曲线啊非常好 你再加个贝塞尔 你让它就这样变成一个在里面啊 在里面变成一个房子的样子 但这个需要你后期去搭配啊 你看 这样去搭配 你看同学们的思路 你看现在已经不用我来说了 都自己已经打开来了啊 无非就是各种效果拼接吧 我们通过不同的效果去把它给拼接起来啊 当然这个可能稍微有点难实现 如果你真的想用后期来做一般可能用ccd去做的啊 用我们的三维去做啊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拉偏啊 我们就拉偏 用门板啊 门板不太可能 门板太扁平化了 肯定我们的贝塞尔曲线做 让它有三维的这种感觉 我们看到这里 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地图啊 当然这个应该是用模板做的 然后在这边往外扩散的这个形状 一体化战略大发展啊 当然这个做起来有点麻烦 稍微点麻烦 好 往外扩散这一块 往外扩散这一块 眼不眼熟啊 是不是点线面 我们之前是不是做过点线面就可以去做到的 用我们的灯光位置去驱动它啊 好 往后 这里呢 都是一些实景包装了 像这种包装啊 我来给你们说一些小技巧 你们去搜索什么呢 比如说包图啊 很多东西说 我不知道关键词怎么搜索 那我给你们一些小技巧 打一个HUD 什么都不用打 打一个HUD 马上就会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图标啊 各种各样的一些科技性的一些元素都有了 这个HUD什么意思呢 科技性元素 这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 小经验把这些科技元素你直接拿过来 然后呢 叠加模式给它换一下 不就是这个画面了吗 那你自己去做的话 你去怎么做呢 中绩器 精灵也可以做啊 像这个用精灵做 你把粒子给排好 然后里面的这个粒子变成精灵 去替换成这个 像形状涂层呢 透明度等等都去搭配使用啊 自己做可能会麻烦一点 好 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 后期做的 他可能拍摄的时候啊 这个人就是绿幕 在前面看着一块绿布 然后我们把绿布给抠掉 把它底层啊 底层放这个视频 这个画面明显跟它是两个东西 也被发现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用抠相去做的 然后像这个 这个用我们的OB键模型 就可以去做到了啊 OB键模型 加上图层映射 超级键 绿布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keylight keylight去抠啊 开发产业发展 这个应该是CCD去做的 CCD做完一些 动画之后呢 去渲染出这种网格 然后后期A1加上合成 加上一些发光的一些效果 这个应该用CCD做的 但他的背景用粒子做的啊 背景都是用粒子做的 还记得这个例子之前 清风老师也没教过你们 把什么变成一个圆滚的一个东西啊 把一个屏面变成一个圆柱的 是不是我们给这个例子排好之后 你再加一个什么效果 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圆柱型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圆柱啊 叫做什么来着啊 对极座标啊 极座标 温馨杂色吗 极座标啊 好我们继续啊 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后期合的 不像是他真正在放这个啊 这个拍摄我觉得一定很有趣 就是你这三个人傻乎乎的对着这个镜头在这里拍 这个很明显呢 后期批上去的 一样的啊 一张绿幕 然后三个人抱在那边 这样抱着那边拍 看前面没有一个东西 然后拍完之后 后期我们把它给批上去 所以你们想象一下 电视剧也好 很多也好啊 前期拍摄的时候 都是没有画面的 你们看这些漫威的电影 你们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呀 它都是一个很玄幻的一个东西 他们演员都是一个实物 无实物表演啊 无实物表演 然后最后呢 给你后期合上去这些效果啊 OK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像这个呢 都是我们的一些点线面粒子啊 这个OB界工程是不是可以做啊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粒子的发射器 变成一个球形也可以去做 这个效果应该不难 三维软件这个啊 你们导出的时候 可以导出一个格式啊 我们就在不在课上细讲啊 这个OB界工程 好 后面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包装了 像这个也是一样的 拍的时候 人是这么大的 把它给缩小 缩小成这么大之后呢 下面自己去新建这个平面等等 去把这个场景给搭建出来 这个场景都是后期去搭建的啊 同学们 后期去模拟搭建的 OK 像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什么实景包装 你去摄像机分析之后 把它选中点 把这些元素给包装上去啊 这个呢 也是应该是用CCD做的 要么就是用模板 啊 这种都是跟踪运动 OK 这个也是啊 跟踪运动 你看像这个 搭乘空间 这个演员面对我的时候啊 拍的时候面对我 然后你在这个上面加一个图层 给它透明度降低一点 然后 再把这个人物抠出来 盖在我们这个图层的上面一层 再透明度减一点 啊 这种想法有吗 东西吗 盖两层啊 你看这种都是盖两层的 像这种都是实景 加上我们后期三维 后期的A1去做的啊 不是三维 后期的A1 这个可能是三维做的 这个可能是三维做的 所以夹心饼干啊 这个呢 我们用我们的粒子 是不是可以去做 二级粒子 P粒子的二级粒子啊 然后后面这个 用我们的OB界工程也能做啊 然后上面大脑 你也去找一个OB界模型的大脑 OB界哪里可以去找 你可以去爱给网 只是看一下爱给网 或者包图网也有啊 再不行就去淘宝上面买 淘宝上面可能五块钱 可以买一大堆 好像这种发光的效果都是后期合成包装上去的 然后呢 哎 这个就是典型的模板了啊 模板把它给做出来 可能你看像这种架构 如果一个公司宣传片它没有这么多架构 它可能只有两个 那你就要去适当的选择删除了啊 像这个 这个曝光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 曲线拉到最高 然后呢 再把它拉回来 曝光也是能够K真的啊 把它给拉回来 让它形成这种效果 点线面 点线面 然后呢 这个精灵 它被控制在一朵云朵里面 是不是我们之前说过 遮罩 啊 遮罩 把它整个打个愈合成 然后呢 控制在里面 用我们的遮罩的方式啊 你用门板应该做不了这个方式 后面都是点线面了 那这里用了非常多的点线面啊 然后呢 像这个光束 粒子光束 跟随着往前走 我们在周三的课会教你们 怎么去做 甚至这个飘散的粒子 也会教到你们啊 这个到时候你们一做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元素 你们可以用在各种宣传片 真的非常适用啊 后面的话就是点线面粒子了 非常多 这里都是点线面粒子 当然它这个光线啊 有点模拟的那种三维的感觉 看到没有 它这样绕过去的 你这样子用灯光去驱动这个位置 做到这里之后 为什么感觉是像从后面走的 而不是在前面走的 这个和我们上节课 周五的那节课 周六的节课 教你们原规不要穿帮一样的原理 把它给抠出来 用门板 把它给这样绕过 把它抠出来 这门板呢 大概做这样的一个形状 让它下面呢 是在前面 上面呢 是在后面这种感觉 对 复制一层 增加门板啊 这种思路都要有 最后就是用精灵 你看各种精灵 各种门板 推产业 各种精灵 各种门板 产业生态运营 这个应该是用三维做的啊 三维 三维加上A1的例子 绿城科技参业集团 好 散开这个效果 之前 清风老师也交给你们过了啊 我们的分行杂色 加上门板 是不是可以做这种效果 后面呢 我们的P粒子 一级粒子 加上我们的 辅助系统 二级粒子 OK 一个片子就看完了啊 那我们今天的拉片环节就到这了 待会下面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来开始做作业了啊 同学们 好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吧 这两个片子 应该对你们的收获挺大的 至少知道了 我们学了粒子 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那价值是多少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 我们可以看个电视 给你们看 还是猫和老鼠吧 或者是我们听歌都可以啊 你去上厕所吧啊 那不用这么详细 怎么关不掉啊 OK 老师说立马能懂啊 这个得消化一下啊 都要有个过程啊 同学们 前天画门板什么问题啊 同学可以提一下啊 稍等吧 我去灌个水 待会回来的时候 我叫你好不好 待会再提吧 或者你把这个问题说在这里 然后我待会回来给你解答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猫和老鼠 猫和老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第几集了啊 我乱放了 下次应该从第一集开始放 来准备上课 准备好的同学扣个一 我们开始上课 做今天的作业了 刚才那个叫什么 look look A E look AE 不是插件 是一个网址啊 look AE 怎么还有love AE啊 look 观看那词 look 是 好 我们要开始做作业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 稍等 在我们的作业素材里面啊 一个是我们作业的成片 这个作业我们要分两节课来看啊 两节课来做 我们今天只能做其中的一半 好 这里面的是素材 有一些 哎 门板的素材 有一些音乐的素材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视频吧 来 先看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啊 这个镜头啊 这个镜头 同学们 有别 有别想法 这个镜头 我们把素材拿进来 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觉得是第一步要去做什么 我的手表怎么又自己在这边 讲话了啊 啊 我们先来看 首先把这个视频 拉入这个愈合成 嗯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呀 是运动跟踪吗 确定吗 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在运动啊 同学们 是物体在运动呢 还是什么在运动 我们来一起看 我们是要跟踪什么呢 啊 对 没错 是跟踪我们的这个摄像机啊 那现在物体啊 你怎么可能把这块镜面自己在网上飘呢 肯定是我们摄像机在网上面动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跟踪摄像机 把画面选中第一张 选中我们的跟踪摄像机 然后不要去动它了 同学们 不要去动它了 让他自己去分析一下 嗯 好像有点卡啊 同学们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呃 有时候这样直接分析也是会分析出来的 如果 你要卡的话 哎 我们把它给删掉 打一个愈合成 愈合成外面 再去给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跟踪摄像机啊 那我现在直接在这里跟踪了 先保存一下吧 做一二 如何准确的用摄像机还是运动 这个问题啊 同学们还不明白吗 像这个画面 你觉得这个地面会去动吗 你觉得这个塔会动吗 那当然不会 对不对 这不会肯定是我们摄像机在动 那如果这个是个固定机位 这个人从左边跑到右边 那你觉得他是人在动呢 还是摄像机在动 是里面这个人 这个物体在动 所以这时候要用跟踪运动 现在能去分开来了吗 如果卡可以重启吗 那你就把工程保存重启 然后再跟踪摄像机啊 使心在动 OK 好像这个还是有点问题 有点卡住了吗 那他好像没有分析出来 我把它给关掉 重新来一遍 人动和摄像机都在动 那看你 你是想要去里面的呢 还是想要去摄像机的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你就是想要里面跟着人动 那你就跟踪人就行了 刚刚不是出来了 我没看到 那来解析一下 OK 好 现在这个分析点出来了 有点小 然后把这个跟踪点开大 好 那我们这一步做完之后 保存一下 做什么 然后这一步做完之后 你们来想一下 这个应该对你们来说是简单的吧 这个怎么做 有一笔思路 现在我应该去第二步操作了 第二步怎么操作呢 忘了吗 这个知识点这么快就忘了 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个跟踪点了 有跟踪点之后 我们是不是 对 有一个文本 但是这个文本是怎么去导出来的呀 同学们 我看一下你们多少同学还记得 是要怎么做来着 蓝天同学只上了前面的课 还有印象啊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步操作 去选中这几个点 像这几个点应该是一个平面 对不对 平面 那我们选中 同时选中它 按住什么Country键啊 Country键同时选择这几个点 这个特效是在哪一节课讲的 在你们应该在之前的跟踪器这里讲的 选中这一块之后 右键 创建我们的文本和摄像机 对 这一块是 这一块应该是基础知识啊 然后呢 你看这里有几个文本的大字出现了 我们去把它改为 影视后期 但现在整个感觉给我不对 对不对 好 我们去调整它 旋转一点 OK 然后呢 缩放改小一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位置也稍微适当的 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一点 往左一点 这样子 然后选中几个点 把它变成我们的白色 好 这时候你看这个字啊 当然我这个位置啊 我们这个位置还可以再靠过来一点点 不是很合适啊 这个位置 来不放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个就完美的贴在了我们的海平面上面 不会说是很假啊 不会说是很假啊 这应该不是海拔应该是胡 来东西嘛 这不能跟上同学扣个一啊 这个能跟上同学扣个一啊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接下来就要看同学们的一个思路了 你们觉得啊 我直接跟你们说 这个是点线面粒子做的 点线面粒子 但是你们点线面粒子觉得怎么样跟这几个跟踪点去做到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效果有几个跟踪点 我们怎么完美的让它去驱动我们的点线面粒子呢 啊 我们先不去看这几个点 我们先来新建这个纯色涂层 然后呢 给它加上我们的点线面粒子 好 现在它点一定是有的 那你们觉得啊 是哪一块 哪一块内容可以去驱动我们的 刚才说的这几个跟踪点呢 给你们个提示 首先我们基本形态这一块 啊 它是不是这个OBG呢 它是不是OBG 不是对不对 那OBG先给它排除了 那是不是Promitifs呢 它既不是球形 也不是我们立方题 也排除了 最后两个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不去用的 也排除 现在上面两个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上面两个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啊 把你们的这个小脑袋给思考起来啊 动起来 你看我现在选择我们的 这个跟踪点 我右键 右键可以创建什么 同学们 可以创建什么 现在有想法了吗 有个思路了 哎 这里有一个叫做创建空白 空白就是空对象 那空对象 那空对象又可以通过哪一个一起去驱动的 我们之前说过 是不是我们的layers 哎 我们的layers里面 在对象类型这里有个叫做3D图层的 3D图层里面有一个叫做nus 我们的空对象 啊 哎 我怎么给他加了这个效果啊 不好意思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加layers layers给他变成我们的空对象 那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他大概在这里有个点 这里有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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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去找到他 嗯 我们不做这么多点了啊 我们随机来做 哎 做这几个点吗 随便来做几个就行了啊 好 做这么多点之后 右键创建 怎么喷麦了啊 不好意思 喷麦了啊 OK 好 创建八个空对象 八个空对象 那八个空对象 分别 已经有粒子驱动了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这个粒子啊 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粒子现在有一点小 我们把它给开大 你没发现 是不是被我们的空对象给驱动了 来到这一步能够跟上同学 空一个二 我这个速度应该你们能够跟得上吧 来 这个是不是就由我们的这个灵活变通 你们发现 Lias里面空对象能够去驱动我们的粒子 那我们这里刚刚好又有新建空对象 两个明明是可以去交互的 可以去互动的 所以就能做出来这个效果了 然后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它这个粒子呀 中间连线了 但它的线是什么 很规整的 首尾相连 首尾相连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 是我们现在这个line呢 还是beams 是这个line还是beams 是lines吗 确定吗 同学们总能完美的错开这个正确的答案 那同学们说一下lines和beams的区别是什么 还记得吗 line的beams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之前的答一课也给你们强调了 在上点线面例子的课也给你们强调了两遍 这应该是第四遍了 line之间连线是非常乱的 你可以看到 我给他添加这个lines 他这个连线啊 你看 他是只要有点 他都会互相乱连 他甚至可以是这样子连 甚至是可以这样子连 好多线 但现在他是首尾相连的 beams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他的特性是只有首尾相连 这能够明白吗 这两个区别能明白吗 同学们 明白同学扣一个二 我已经强调第四遍了啊 同学们我看是不是说不明白 而是又把这个知识点给忘了 温顾要知新啊 同学们记住了 一定要去把这个知识点回顾起来 好 然后我们继续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beams 现在因为他的这个beams的颜色啊 可以发现 从顶点获取颜色 他是按照我们空对象的这个颜色 那我们空对象的颜色有这么多种 所以我们把这个beams 从顶点获取颜色关掉 把这个point从顶点获取颜色也关掉 现在呢就是一根线了 然后把point的这个点改小啊 我们只需要他去驱动就可以了 你看他原视频也没有这么大的点 这么小一个 把它改小一点再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到刚才的beams 给他厚度再加一点吧 3 3 ok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这个视频的一个驱动 看到没有 这个例子呢 已经被我们给驱动起来了 现在就有这种点线面的这种效果了 那当然他的这个点线面啊 是有生长动画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他是有这种生长动画的 但我们是一开始直接出现了 还记得 我们beams的哪一个参数 是可以去让他进行一个什么生长动画的 是哪个参数 对我们的时间啊 所以我们呢 在这个前面 他就说开始结束 这个是开始厚度和结束厚度啊 是这个时间 同学们 先把时间给关掉 零 然后往这边拉伸之后 大概就已经长出来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哎 那这个动画不就做出来了吗 ok 好 我们继续 他现在远处 你看到没有 他远处 也有 也有这个点线面 也有这个点线面 远处也有 那我们又需要去新建一个纯色图层吗 难道 那我们其实是在这里 就可以一起做到的啊 首先 把这个Lias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图层 图层名 始于 图层 图层名字 始于 我们把它改成A 那他的意思是 我只能驱动这一块的 只能驱动这一块的这个例子了 他现在为什么没有线了呀 是因为我下面啊 空对象不叫做A了 我们现在把它给一个一个取名为A 这个啊 是不能去给他批量的 批量不了 对下面的名字没有改啊 那你们只能有耐心一点 把它给驱动一下 啊 你看 现在A被我们驱动了 那我们继续 再新建一个Lias 这个Lias呢 是去驱动我们的B 啊 当然前面是要把它改为我们的这个 Nuse啊 把它给变成B 把它给变成B 那远处的这个是不是 我们可以去做到 把它变成B 啊 我们去看一下 选中他 哎 我们给远处的来一点 选择这几个点 OK 我们来随便选几个啊 同学们 我就不细 细选了 选几个吧 创建我们的八个空白啊 八个空白 给他取名为B 哎 怎么被我点进去了 实际同学说太难了 这个其实啊 仔细分析一下 待会我们做完 再来仔细分析一下 总结一下 其实这个没有同学们说的这么难 好 那我们看 这是进处的啊 这是进处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远处的已经出现了 但是 它是有一个前后的 它一开始远处没有 然后后面才出现远处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打组啊 同学们 选择我们刚才的纯色图层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 第一个是A 我们把它群组 变成群组一 这个point呢 我们也把它变成群组一 这个beams呢 也把它变成群组一 然后空白处点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这里 你看 群组一里面是不是 有一个lias和points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beams 只被我们的群组一给用 只被我们的群组一给用 只被我们的群组一给用到 可以看到这里你看都是完美的一套 但是远处就是没有线呢 远处没有线啊 那么远处的线我们再去加 给它添加点 添加点 这个点呢 变成群组二 这个lias二呢 变成群组二 然后空白处点一下 然后再给它来点一个beams 这个beams呢 把它只作用于我们的群组二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远处也出现了 你看远处的点已经有了 只不过里面的参数呢 要重新去调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points取消掉 我们从顶点获取颜色 我们的beams二呢 也取消掉 从顶点获取颜色 然后远处的这个线 我们可以再粗一点 我们可以让它 比如说有 有八个 八这么粗 八太粗了 五啊 这就是远处的点 那远处的这个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 让它的开始啊 稍等一下 我这个输入法 让它的这个开始 就是前面先生长啊 前面先生长 生长到这一块的时候 后面才陆续开始生长 那我们给它这个时间 在后面再可以增 后面再可以增 到这一步能跟上同学 扣一个六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对 做这个东西呢 得有耐心 你们的思绪 你们的思路 得要去清晰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第一步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空对象 去驱动我们的粒子 有点迷糊 是吧 这个可能确实 要我们的思路 去把它给清晰起来啊 打组的有点不懂 OK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做一遍 再来给你们重新做一遍啊 我们慢慢来 好吧 我把这个给关掉啊 重新来做一遍 好 我们现在全部关掉 因为很多同学 我看到扣六的同学很少 几乎没有啊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 那有同学说看得懂 我们重新来 首先呢 先选中这里 近处的点 去选择几个 随便选择 随便选择 右键 创建八个空白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已经开 开始快速的 把它给命名为A 命名为A 然后呢 我们去创建一个 纯色涂层 纯色涂层 给它加上我们的 这个效果 粒子效果 这个我们重命名一下 叫做我们的 点线面粒子效果 那这个A呢 是近处的 对不对 近处的 我们给它加上效果之后 添加Lias 添加我们第一组 这个光束 Bims 这里是一组 这里是近的一组 近处的 也就是我们的A 然后把它给Lias 变成我们的3D图层 变成我们空对象 然后把它取名为A 好 Point呢 也是一样的 Point把这里顶点获取颜色 给关掉 Bims也是啊 把顶点获取颜色给关掉 现在你看近处的已经做完了 对不对 这一组 然后近处的这组做完之后呢 可以打足啊 近处这组做完之后呢 我们去给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时间的动画 让它一开始没有 然后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 让它长出来 好 这里所有形态啊 我们A的形态 这一组都做完之后 选择这个Lias 在下面这里有个叫做群组啊 把它打为群组一 然后这个Point呢 也改为群组一 Bims改为群组一 好 这里点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它 你看它现在是不是在Group一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做我们的图层和点 好 这个Bims呢 现在只服务于里面的群组一 Group一 这是一组 来同学们 到这里能跟上的同学扣个一 我这样讲 能跟上的同学扣个一 这样讲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继续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选择远处的 远处的 随便选几个点 右键创建八个空白 这八个空白 我们把它取名为B 这是远处的一组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仍然在刚才这个点线面的纯色图层这里 去给它添加第二个Lias 第二个Lias 把它变成我们的三D图层 把在这里叫做All Lias变成我们的B 然后呢 把它这里的群组改为群组2 然后再添加一个我们的点Points 这个Points呢 我们去把它变成群组2 群组2 然后这里点一下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个group2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Lias 有一个Points 群组2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顶点或取颜色给关掉 然后Lias这里也是的啊 OK 然后在远处应该就是有线组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同学们 接下来再做什么 再做一个Beams 添加这个Beams 这个Beams呢 是让它服务于我们刚才群组2 服务于我们群组2 也就是这个Beams服务于它 这个Beams服务于这个group2 我们可以看到远处 OK 稍等一下啊 远处我们去加长线 可以看到 你看远处是不是有线组成了 我们把它获取颜色给关掉 这个线可以变得长 变得粗一点啊 变成8 颜色给它关掉 而在后面 这个Beams2呢 我们在后面 再到这个镜头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给它K这个生长的值 给它K生长的值 来我们来看这个动画了 啊 现在我把这个给关一下吧 这样子 你看 先生长出这里 然后啊 再生长出这里 那那群们到这里 能跟上同学QA6 我现在又重新的 很慢的速度给你们 又重复了一遍 能跟上同学QA6 一个纯色图层 可以打多少个组 没有规定吧 大概我看一下啊 能够打10个 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然后它远处啊 为什么我要分开打 因为它远处有三角面 那我们再去添加一个三角面 这个三角面呢 给它去 到我们的 也可以 两个组 两个面都有 本来的话 我想的是 我们去给它到一个 紧一个组 紧一个组 让它给它组二 只有远处有 但是我看了看 它进处应该也是有的 你看它进处也有 啊 所以这个看你们 你们可以直接加这个 tangulation 选让它嗯 都有 所有组都有 然后我们把最大距离开大 啊 当然你看开大之后啊 它这里马上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还是只给它组二吧 只给它组二啊 我们把它开大 再开它大一点 它好像很大 啊 很大的距离 你看到没有 这里就有三角面了 然后把这个颜色给关掉 OK 好的 这个镜头我们是不是就做完了 啊 这个镜头没有很难 当然同学们得消化一下 它需要你的思路很非常清晰 第一步到底要干什么 第二步要干什么 如果一旦你的思路乱掉了 可能同学们就跟不上了啊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第二个镜头了 第二个镜头是 哎 到这里 我们呢 今天只做这里往这边散开的效果 然后后续我们会做这里往上升的一些精灵啊 等等的效果啊 OK 我们先来做这个效果 同学们对于这个效果 现在还记得知识点吗 怎么样让它从一个点往外散开各种的点 这个知识点 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有没有印象 那我再给同学们来带一下这个啊 对灯光驱动 但是灯光驱动只是它的 只是我展示给你们的一个效果 其实它应该是什么 它可以用这个空对象去驱动啊 来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新建一个合成 这个也是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打左同学们得认真听了啊 现在我新建一个纯色涂层 给它添加我们的这个粒子效果 然后呢 去给它添加第一个Lias灯光 那厂商是不是得有一个灯光呀 我们的灯光 把点灯 然后这一盏点灯 比如说我们把它取名为叫做A 叫做A 然后复制 在这里 再复制一个 把移动位置 我自己移动了啊 随意移了 再给它复制 假设 现在我需要把它给连到他们这里 怎么连呢 是不是我们又要学会这个打组的这个方式了 先给它驱动起来 把这盏灯的这个名字叫做A A 然后给它一个组一 我们在这里点一下 它组一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我们的Lias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Lias 把这个主展 主光变成我们的B好了啊 B 然后这里都是A OK 好呢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Lias2 变成我们的B 好 变成我们的组2 也就是现在啊 我们组一里面 有一盏叫做我们的 这个组应该是这一群灯 是归它的 这个组二呢 是这一个的归它的 然后我们再去添加我们的这个Beams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这样子的首尾连接 我想让它是这个组和这里的组连接 我们找到Beams 在这个光束类型呢 有个叫做群组 我们把它改为群组 群组改完之后 第一组是群组一 第二组呢 是群组二 它就会群组一跟我们的群组二去相连接 然后这个line type 这个线的类型啊 现在是直线 street line啊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被塞尔曲线 然后我们这里时间是不是修改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动画 啊 甚至可以去反一下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调整这里的这个参数 start corn啊 start这个cov 我们的弯曲程度 开始的弯曲程度 和我们结束的弯曲程度 来同学们 这个能够跟上的来扣个一啊 三个可以打预合成吗 没必要打预合成 你要把它打预合成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你看预合成打不了 灯光呢 是不能同时打预合成的 这个能跟上同学扣个一 因为要用到我们的这个作业啊 ok 好 那我们怎么运用到我们的作业呢 慢一点吗 其实我这个啊 已经很慢了 那我再慢一点啊 同学们 既然有同学提出来的话 我们就再慢一点 我们在这里要把它给整理一下 比如说工程的合成 工程合成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做的啊 哎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 我们把它给删掉 这个是我们刚才做的 把它给重命名一下 叫做镜头衣 把它给放进去 这个是素材 对不对 素材 啊 素材放进去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去找到这个叫做延时拍摄啊 我们把它放进来 这是我们第二个素材 放进来 第二个素材 把它给新建一个预合成 然后这个合成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工程合成里面 重命名一下 镜头二 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一个基本的工作 流程啊 那然后这个习惯 首先第一步同学们 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去用到什么 用到我们的空对象呢 所以虽然它物体没动摄像机没动 但是我们要用到这些信息点 那么我们仍然是去跟踪 哎 我的跟踪呢 跟踪摄像机 把它放到第一桌 跟踪摄像机 让它解析一下 啊 这里稍等一下 同学们 百分之四十啊 还是要稍微等一下的 同学们 等它分析完了就好了 等它分析完了就好了 我们现在灯光还去找是不是 那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要用我们的什么空对象啊啊 有时候跟踪不成功是啥情况 有好多种情况 第一个 你的这个合成大小没有一号 第二个如果你觉得要保险一点 你把它打个愈合成再去跟踪啊 好 但第一个点呢 是我们最上面这个点 给他多选几个吧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点是这里 然后在这里有好几个点 我们就适当的选择啊 选择他 选择他多选几个好了 全选 多选几个啊 我就选这么几个了 同学们 你们到时候自己在选啊 选择这几个点之后 右键创建十一个空白 和我们的摄像机 哎他给我们创建好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点是我们的啊 在叫做我们的什么 跟踪为空一这里 把它取名为A啊 因为他是 他是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啊 老大 老大呢 要跟其他的连线 我们先把名字都命名好 其他的都是B 就那个是A 啊 这个呢 是不能批量改的 所以同学们要有耐心一点 OK 好 我们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去创建一个 纯色图层 给他去添加我们的这个效果啊 点下面粒子插件 来同学们 来思路讲一下 你们来讲 我来做 我们刚才说是用灯光来驱动 那我们这里没有灯光 只有空对象了 刚才我们最刚刚做过 首先呢 是添加一个什么呀 添加一个什么 添加一个layers对不对 layers里面呢 把灯光变成我们的3D图层 把它变成A 把它变成A 那我们去修改一下这个 看一下大小啊 看到没有 有一颗粒子是不是产生了呀 那这个是一组啊 把它变成A之后 变成我们的群组一 然后把point也变成群组一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为一组 这个为一组 里面呢 是有一个叫做layers的 有个叫做我们的point的 它是一组 接下来再继续创建 创建我们layers 这个layers2呢 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B B 然后再添加一个点 这个点 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变成群组2 layers变成群组2 这个也变成群组2 对一个A多个B啊 当然我们去修改一下 把这个point里面 从顶点获取颜色给关掉 因为空对象是五颜六色的 我们只要白色啊 把这个point也把它从顶点 会去颜色关掉 现在空白处点一下 ok 现在是不是打好组了呀 同学们 一个组 是我们最上面这个点 这个组呢 是我们下面一群点 这里都做完之后 去添加我们的这个beams 你可以看到它连线的方式 不是我们想要连线的方式 怎么办呢 去选择这个beams 刚才刚刚说过 光束类型 对象 改为我们的群组 那它不就连上了吗 来到这一步同学们 能跟上的同学 扣一个2 我看一下 多少同学能跟上 从顶点回去颜色给它关掉啊 都是白色的 这个应该好理解多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里面的参数了 现在line type 我们是这样有弯曲程度的 把它变成我们的被塞尔 但是它现在是这样反着的啊 我们先来看这个时间 时间是没问题的 从零到出身 但是我们想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而不是这样子的 来找到下面叫做被塞尔设置 我们去调这里的参数 可以看到 将这个start curve 把它给往上抬 它就拱起来了 那我们要把结束也往上抬 把这个结束也往上抬 那这个效果不就有了吗 这样子啊 OK 好 你们选点的时候 尽可能选的外面一点 我选的太内圈了啊 好 这里的参数稍微调一下 然后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去在第一帧把时间变成零 再到后面 让它这样长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动画 你看它不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动画一样 当然它选的点比我多 而且比我在外面一点啊 同学们做的时候多选几个点 然后啊 我们虽然在这里选的点 但你们不要死尽一倍 你看到没有 我所有B的点 我都是可以手动去移的啊 既然我们得到了位置信息 我们手动移 也不是说不可以 来我们来看 那这根线 它就会往外一点 哎 我这个 这个真太远了 让它提前出现一点 你看 它是会随着我们空对象的位移信息 去做这个的 翻转方向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下 翻转方向也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生长啊 我们这是开始 这是结束 它是从开始到结束生长 然后我们现在翻转方向一下 它变成了开始 它变成了结束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动画 而不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啊 所以这个你继续自己确实操一下 你就会明白了 你如果这样问 看我做 你还会忘记的 一定要多把这些参数都用一下 然后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开始厚度 呃 差不多吧 二差不多啊 然后呢 其他也没有什么 要去 讲的一个点了 就只有这一块稍微有一点难度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到我们这个合成啊 我们合成里面有个叫做 老顶的图标 应该是这个吧 我看一下啊 啊 它是一个小图标 那小图标的话 不是我们的狼顶 是我应该是我们的这个mark 应该是我们这个mark 我们呢 把这个啊 导入我们的序列帧 选中它 啊 稍等一下 我导入一下 宣传片 找到我们的这个mark 选中它 选择第一个 png序列给它勾上 然后导入 导入完之后啊 放进来 哎 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去调整它的位置啊 同学们 你看 它大概在这个位置出现 我们要去调整它 到我们的空对向这里 你手动去放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可能会调不准 所以我们可以去用 负子集 然后按住shift键 放掉 它就会手动帮你去对好位置啊 当然这个开启三维图层 记住了 开启三维图层 然后呢 按住你的这个负子集 啊 负子集放 按住不要松 然后按住你的键盘的shift键 shift键也不要松 一起这样拖过来再松掉 然后调整它的这个大小 调整它大小 然后复制一个 仍然一样的 按住它 然后按住你的shift键 shift键不要松 啊 shift shift键 然后再调整这个大小 46啊 大家都让它一样 都变成50好了 啊 近大远小远处的会看起来小一点的 然后再我们复制一个 再按住这个负子集连接 按住你的shift键 选择B 啊 对 只要连接B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给它缩放 50 嗯 然后呢 再复制啊 这个我就不重复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动画 你看它应该是同时 这个英文太有特点了 shift键 是我讲的过标准吗 啊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些 它有些先出现 有一些后出现 那你可以这样错开时间 让它这稍微错开一点 你看 让它有的先出现 有的后出现啊 让它错开一点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节课的作业 啊 先教 先做之前半部分 先不要去教 我作业通道已经给你们打开了 先不要教 你们先把前面的给做完 然后我们到下一节课 把剩下的镜头啊 给你们看一下 剩下的镜头 也就是后面这一块 再加上我们 你看光线带动我们的这个光束 怎么去做的 一起做了之后 你们再交上来 啊 后面应该还是挺期待的吧 我们周三的这个作业啊 我们今天呢 先做到这里 当然你们呢 要把这个都给加上去啊 然后空对象都选几个 不要学我偷懒啊 只做三个 好 那我保存一下 然后啊 我把这个工程直接保存到我的这个硬盘里吧 文件 整理工程 收集所有文件啊 然后收集一下 最后我打包到我的这个硬盘里好了 到时候我明天可以做 到35 应该是35节课 山珠河啊 英文看不懂 笔记上又没有 我笔记给你们了 同学们 看来这个乌牛123同学 没有认真在上课啊 笔记我一模一样给你们了啊 看一下笔记在哪里 我还特地给你们翻译出来 太冤枉老师了 在34节课 34节课 33节课 33节课上课的这个 上课内容 我怎么把它给删掉了 稍等一下啊 33节课上课课件 在上课课件里面 在上课课件里面啊 然后呢 这里有个笔记 你解压完之后就有这个笔记 我都给你们翻译出来了 啊 翻译出来了 都有 所以同学们要认真听课啊 我回放 我在课堂上都给你们强调过的 笔记在哪里 我之前也是给你们强调过了 好 那我们就听一首歌 然后我们今天就下课啦 同学们 啊 听一首歌 哎呦 我坐了好久 这个腰好疼呀 同学们 你们要适当的活动一下啊 不要经常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就听好这个歌吧 啊 同学们拜拜 啊 可以先休息一下 明天再做作业 明天有休息时间吗 刚刚好留一天给你们做作业的 拜拜 同学们可以下课啦 休息去吧 晚安晚安 拜拜 不吃作业同学 非常官方的回答这个问题啊 晚安啦 同学们晚安 同学们拜拜 拜拜 同学们再见 拜拜 晚安晚安 好 男就看一下回放慢慢消化一下啊 正常正常都有个过程啊 怎么过来的 那我就下播啦 同学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